我想等等 好 那我們就講二姿勢 講化學劍 化學劍上都有講到哪裡 水是一種容器 水是一種容器 化學劍 供駕駛講完 供駕駛講完的 供駕駛講完的對不對 然後咧 我們以前化學講過供駕駛啊 想要極性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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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極性什麼是非提性 什麼極性什麼是非提性 為什麼會有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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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性怎麼產生的 因為雪藝裡面有鐵 所以鐵會有實力 喔不是 不是 因為我看科學科 你還可以看到那邊 對啊我剛剛去看 我就去問他一下 為什麼會有極性 可以 我們上次都要解釋 什麼 電子分數 電子分數的問題 那個分數這邊是電子分數 尤其是 講到極性這件事情 你可以講到那一種 假設這個天秤 我就是掛的東西 跟那掛的東西 會不會旋轉 會不會偏半 如果不那它是偏半 會不會偏半 這所謂偏偏半 write 是兩邊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講 極性就是兩邊不相其實 兩邊對稱 兩邊不一樣 所以它都會有一偏半了 覺得有偏偏偏�� 偏偏偏偏偏偏 這是偏偏偏也是 我也偏偏偏偏偏 pow 置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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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分子 我們以水做粒子 氧對氫 氧對氫在建鐵的時候呢 基本上電子會比較靠近氧 靠近氧 電子比較靠近氧 因為氧對電子的需求比較強 根本就解釋說 因為氧裡面有八個正 有八個正電 它對電子的需求比較強 所以基本上氧的電子會比較靠近這邊 它因為它供氧的比較靠近氧 供氧比較靠近氧 它比較靠近氧的結果呢 那個氧宇 拜託你下次上課盡量組織到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在上廁所 我真的還在上廁所 下廁就過去了 下廁就去了 你不要逆嗎 好幾分啊 你30分鐘的廁所 是喔 你在那邊看書是嗎 沒有啊 手機啊 好 你第三組坐這邊啊 你剛好這麼難道啊 我剛才那個那個 你差點坐快一點 還可以站在那裡的大位置 好硬 我叫電子丟 所以說這樣比較滑 滑 比較滑 我知道 它是拿肚子的 這都很小的 對啊 這樣子 一組一邊 一組一邊嘛 你放他邊 你放後面 你放後面 不要拍 你位做位子旁邊 感覺上課課好困難喔 因為一線多 你閉嘴就逃上了 好 所以電子會比較容易癢 所以相對來講 癢這件事帶的比較偏正電 還偏偏不電 為什麼偏偏正電 那墊子在什麼墊 4.5.2 4.5.2 2.2 要帶附墊 那輕就相對來講會帶正墊 而且水分子長的是這個模式 長的正不得性 所以假設你刀一畫 分子畫成兩半的話 你就給人家上面附墊像是正墊 有這些這樣子 假設我這邊有一個東西它帶了正墊 這個水分撞過來 喜歡你認為是氫撞過來還是氧撞過來 氧不撞過來 這是極性的關係 所以有極性就會有這種現象 那也是因為水有極性 它造成很多事情 因為它有極性的關係 它特別容易解離 把別的東西解離 它很容易把別人解離 它可以讓離族化物解離 所以它很容易溶於水 大部分的離族化物會容易溶於水 是因為水是極性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解離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東西都可以溶於水 所以水是一個好的溶劑 水是一個好的溶劑 它可以把很多東西溶解 這件事情跟生物有什麼關係 我們講生物為什麼保留它 水是一個好的溶劑 說說看 加一點 生物體量很多誰啊 生物體量很多誰啊 對啦 70% 70% 但是 為什麼水 是一個好溶劑 跟溶劑 是一個生物在結實上面有關係 我說 它是 然後說它這樣子變性 不具 是要極性的關係 水 水是極性的關係 所以說 所以是如果 因為它極性的關係 因為它極性的關係 因為它溶劑 就是可以 提心卡可以把別的分子 所以要算 它這個 提心卡 它會吸引別的 它會吸引別的 有在電力的分子 所以說 它這樣提心卡 就把那個 把他們的 把他們的 承受 對啊 這叫體力啊 因為 因為 它這樣子的 這個提心的 它可以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 把別人可以 協定 對啊 所以它是一個好的溶劑 對 好 說 但是 因為它這個 很容易就分解 那個 自然界的 這個 肚子 像是下雨的時候 它降下來 就要把天氣都能分解 所以 然後它會 兩手的帶到 水裡面 或是什麼 就會提供養 特別 分解 手 好 對 所以 很多東西 所以沒有聚合 聚集的很多種 不管是礦物質 氣體 氧氣 都有 對不對 所以它會提供生物體養分 是吧 然後 生物體獲得這養分 怎麼獲得 怎麼獲得 再把 融入水 再把融入水 再把融入水 它有把生物融入水 再把那些東西 從水中拿出來 對 怎麼拿 其實水有個好處喔 假設它 把它水抽掉 不是把它水抽掉 不是把它水抽掉 假設我這邊放了一些糖 所以這個糖會怎麼樣 它擴散出去 對不對 對 假設我這一個膜 擴散 它就有滲透所有 對不對 所以有 這個擴散的過程 透過的膜 就滲透了 那這個過程 它有擴散跟滲透的效果 所以它 它可以輸送 它可以預輸 因為我這是小腸 我小腸跟旁邊的血管小腸裡面 小腸的腸壁裡面 有個融毛 對 它有融毛 請問融毛是什麼意思 融毛 融毛這個融毛體 你可以加表面 裡面什麼東西 握血管 握血管 所以我的食物通過它的時候呢 它就會滲透到握血管裡面去 滲透到握血管裡面去 滲透到握血管裡面去 滲透過程叫什麼 它可以吸收 我們叫小腸可以吸收 因為小腸裡面有很多的這種握血管 它可以讓你的養肺滲透過去 滲透到血液裡面去 滲透到血液之後呢 血管就把這個養肺集中送到手指頭 完全沒有手指頭 沒有吃東西 為什麼會收到握血管 對不對 我們的血管 就把這些所有的營養肺 透過清脹 再輸中 它送到全身的上上下下 你都有養肺 又可以得到養肺 因為水的關係 因為水是一個非常好的溶劑 水是非常好的溶劑 所以如果你都不喝水的話 它就能夠把養肺滲透 沒有錯 如果你都不喝水的話 很大的問題是 你的血管的血會非常濃稠 它比較容易流不動 你的血壓會變大 還有更大的問題是 動包 對 容易動包 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的電解質不均勻 你的腦袋傳遞的訊號不穩 傳遞不穩的時候 你就容易精準 容易中課 這都是課通話的問題 那你一直喝水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一直喝水 因為你喝水會流汗 流汗會把電解質 喝水會流汗 你如果在運動 你會很渴 你會流汗 你只喝水 你沒有普通電解質 會有問題是 你電解質越來越低 因為它被吸濕的 被吸濕的 電解質越來越低也不行 可是這樣你不是 只要一直排 排尿就好 對 根本排 排尿或排尿 都是把電解質排掉 電解質都會更帶走 你看喔 你身體 你身體 假設你有定的濃度的 身體細胞 這細胞 這細胞有一定的濃度的鹽分 我現在喝水進來的時候 這個水比較淡 哪有 這水比較淡 之後從來鹽分會從哪邊跑 鹽分身體 鹽分會從細胞跑出來 就隨著你的 它就會萎縮 它就跑掉了 它的萎縮沒有痛 其實它不是萎縮 它水會 水會滲透進去 但鹽分跑出來 會膨脹 但是 我講這只喝水 你只喝水 你去把鹽分帶進去 你後面的電解質 不夠了 電解質不夠了 腦袋傳遞訊號也出過 也出過 好 好 所以極性分子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理由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講到 除了極性分子 做到一個非極性分子 什麼是非極性分子 電子分配比較均勻 電性分配比較均勻 它就是非極性分子 非極性分子 非極性分子 那一天 今天有去過問 你去查一個問題 脂肪是非極性分子 非極性分子 有嗎 去查一下 因為它是 這樣子好像寫嗎 問題也快快有 沒關係 幫我們知道 是放到 是放到 是 蛤 是 肉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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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奇怪 寫上 我們覺得 想中在想 我們在用步手 它會有什麼 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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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啦 不要在意這麼小細節啦 脂肪 脂肪是非極性分子 那非極性分子 有時候就是非極性中極 它會 會跟這種非極性的東西 跟非極性中極 比如拿 油 跟那種油 它會混在一起 沒有 有時候我們講說 要吃斑茄 斑茄的茄蜂蜂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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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好 為什麼 要炒肉 那個油 不是 油 因為它的茄蜂蜂蜂蜂 會容易按摩 茄蜂蜂蜂蜂 茄蜂蜂蜂蜂蜂 會容易死 因為你用油去炒的時候 可以把斑茄的茄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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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蛋 就容易吸收 否則它起後期會附著胎上的胎脂的細胞裡面 它不容易出來 不容易融解 所以這是飛極性物品 那其實我們在做實驗 你看到有時候 有時候急性物的飛極 它很難附融 就有一個東西就是 這上面是油 下面是水 下面染色這個綠色 藍色是水 所以它不會附融 所以你把它搖晃搖晃之後 看起來好像是混搬得很均勻的 它基本上幾分鐘之後又分散 它不會附融 那不會附融 現在有什麼狀況就是 這個東西跟它很像 這白白的其實本來也是油 像這樣白白的是透明的油 可是這白白的油 我加了一點東西進去 加什麼 我加清潔涕 對 加肥皂 清潔涕是一個很好的介面活性器嗎 介面活性器 所以讓你兩邊比較相容 對 沒有錯 介面活性器 簡單來講 介面活性器是重點這個介面 它把兩個介面給拆掉 它們有像這個東西 你看 有個水 很清楚 它是分成兩個介面 像這個介面活性器 基本上 你看 我們不要看下面這個藍色 這個綠色 這綠色的就是完全都是水 中間這個地方是什麼 油水 油油 對 藍色水是 這綠色是純水 這水喔 這紫水 因為它這裡面沒有油脂 但是它旁邊這個乳化的地方 我們家有一個叫乳化劑 介面活性叫乳化劑 這個乳化劑是什麼 我們吃東西都吃過美乃滋有沒有 你吃過美乃滋嗎 我吃過奶油 它實際上是油去打出來的東西 奶油 油去打出來的東西 那美乃滋是油去打出來的東西 美乃滋是油去打的 油打出來的 油跟水打出來的 它是這樣加上一些蛋 打成綿綿的東西 現在看起來是綿綿的東西 它裡面是油跟水的混合物 它是油水的混合物 油跟水混合物之後 它就是像乳化一樣 就這樣綿綿綿綿綿的 有沒有感覺上綿綿的 有感覺嗎 不一樣的感覺吧 你看搖晃就知道 它旁邊都沒有 像這個綿綿的 這就是裡面加了介面活晶劑 那什麼叫介面活晶劑呢 它其實就是它的燈子長得比較特別 它燈子是一個長串 它下面有個頭 這個頭我們叫清水肌 這邊是青牛 非常像青牛 也就是這一長串基本上是非提性的 這一個地方是提性的 所以極限會跟水接 這邊會跟油接 那為什麼它極限跟極限在同一個地方 對 它就是一長串 基本上這東西簡單這樣 假設上面是長的這樣子 它長的這樣子 東西都看 你看我們不看這邊 這邊請問一下會不會有正式電子集中在哪裡 會嗎 會吧 集中在哪裡 你說把頭遮住的話 蛤 把這邊遮住的話 那不會啊 不會啊 它是均勻的 是均勻的 所以它是均勻的 它是一個叫做非提性的物質 下面這邊呢 我可以接一個 譬如跟 跟比較帶正電的 帶正電它就這樣有提性的 然後帶負電 這邊帶負電的話就有提性 所以它就可以跟水接 那你這樣的物體呢 假設我這是一個油脂 這是一個油脂 然後呢 我用這個 這個叫做界面活性液的東西 我這樣把它整個包起來 比如說你看這個油滴啊 這整個油滴的表面 包覆了 就插了 插滿了這個界面活性液 插滿了 這個油是被包起來一顆 包那一顆水 包那一顆油 油一樣 旁邊呢 如果水沖過去呢 水帶過去的時候 因為這邊也可以跟水不接 所以水就能夠把你也帶走 好處是什麼 所以我們的氣液機要加入東西 因為洗的時候呢 這個界面活性會插到你手上的油 插進去 然後水沖的時候就把它帶走 所以會洗得安靜 那在身體這是幹嘛的 在身體啊 界面活性液要幹嘛 身體裡面有界面活性液非常多啊 蓄油脂 然後說上去油脂 身體在裡面喔 主要是拿來做你的細胞膜 你的細胞膜上面就是界面活性液 對啊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它有邊要跟油接 有邊要跟水接 你的水就能夠過去 可以跟它接觸 水就不會 假設上面是 假設你的細胞 你的細胞跟水不清 你的細胞表面都是非極性的東西 它會容易 水會不會跟它很靠近 水跟它不靠近 水跟它碰到的都是一滴 遠遠的一滴 它不會變成黏上去喔 水不會這樣黏上去喔 水不會這樣黏上去喔 水不會黏成這樣 水會變成一顆 哪個接觸面積大 哪個接觸面積大 黏上這個接觸面積大 所以基本上你的細胞膜 它跟水清嘛 它就必須是做真 但是細胞膜身上 周邊有些反過來的喔 它不是完全都是跟水清 那有些是反過來的 那反過來的話 它就想要得到裡面的物質 它就變為清流基 表面上可能清水基 但是有些地方清流基 它就要接觸別的東西 所以希望我們會打開 讓大公子進來 讓小公子出去 它會做控制 小公子在講細胞膜會講啥 這是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它還有一個好處 在身體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做這個 它可以出去你消化 為何可以出去消化 想像你吃東西進去喔 你的油就跟你的水全不分開 希望它的消化衣服真的有接觸 所謂消化衣服跟這個表面積接觸 它好不好消化 你這油脂啊 這是一塊肉 或你吃進去的油脂類的東西 它就很好消化 因為它有些什麼在跟消化衣碰面 那你的消化衣 怎麼去跟它大部分的東西接觸 它就分泌一些 界面活生基 身體的界面活生基 身體的界面活生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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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裡 你們都學過啦 國中生母學過 不是生母 什麼酵素喔 對 很多酵素啊 我們在消化 消化一些酵素啊 口水 不是口水分泌澱粉 不是口水分泌澱粉 是胆還是肝嗎 它是小腸 但是是誰分泌給它 胃 胃 它這樣子叫它分泌出來 胃 它是胆汁 胆汁是 胆汁是一種界面活生基 胃汁 胆汁 胃 胃 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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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臟會變出來 胃是胃液的啊 對 胃是胃液 它是肝臟分泌出胆汁 胆汁它進去都會把脂肪給包起來 它會乳化 脂肪包起來都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的酵素就可以容易跟脂肪接觸 因為它基因素面積很大 我們講化學有三個方式來加速反應 夾熱 夾熱 吹化 吹化 吹化劑 現在這邊有吹化劑 增加接觸面積 增加接觸面積 對不對 第四個就是攪拌 第四個攪拌 但是我們這邊 這就是接觸面積 增加接觸面積 把脂肪 這麼一大塊脂肪 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把它乳化 所以我們消化 好不好 那所以 假設我們 吃完飯去跑步 為什麼不能去跑步 不能去打球 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把那個 血液拿去 拿去哪裡 拿去釋肢 所以你釋肢充滿了血液 你的腸胃有沒有血液 沒有 沒有血液的話 就不會 血液透出來 就不會 血液透出來 如果血液透出來 這題外號 血液就不容易把你腸胃裡面 消化的東西給蓋出來 因為血液透到你釋肢去 所以血液會 你腸胃會把它帶出來 華氏 我們剛剛的解釋 這邊 中間是腸 你的血液在腸壁裡面 所以它會滲透過去 你的食物會滲透到血管裡面去帶出來 可是你現在血管裡面血很少 為什麼沒有血 因為都在試肢 都在試肢 你去運動都會試肢 所以這邊沒有血液 沒有血液它可以把牙蠻帶出來 都不帶不出來 就不容易消化 所以你說 那 血液到水 血液到水 應該說血液到水 基本上 如果是純的界面活性劑 應該對人的傷害不大 純的 但是你要拿到純的界面活性劑 我想我講類似膽子這種純的 或軟綿質這種是純的 我會知道等於你了解 但是我們現在用的清潔劑 通常是所謂的脂肪酸鈉 脂肪酸鈉 它通常可能是酸鹼脂 比較不是那麼中性 或者說它可能鈉進去 或者是它脂肪 到底有什麼太大影響 這個 這個我倒是沒研究過 它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危險性 你是可以照顧的危險 酸鹼脂它是 但是你吃過的 吃過的 我個人應該吃到了 很常 但是看起來沒有怎麼樣 應該是 就是因為吃了 就是因為吃了 所以每次上説都要半小時 超妙 好啦 OK 這個急性、肥急性 對生物的影響大概這些 第一組 他有什麼 五空冷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問題 第一組 這個我記得上次都講過 大概沒有講完 上次都講急性跟肥急性 但是我們還沒講到跟生物的關係 喔 對 其實不小心把二字五講了一些 所以什麼是什麼是要變多 就是一定要看到 通常你可以看到這個分子結構 可以大概分辨說它是極性的 看到分子結構 看到分子結構 那分子結構 那你知道有極性的概念 那你知道它在誰面有什麼用 哪一個比較多 我認為非急性比較多 比較 就是 說不得很好的 對啊 喔 我說錯 急性的很 我剛剛說錯了 提性比較多 就是 人因為要分部均勻 對 分部均勻是一件很難的 所以大部分是急性 大部分是急性 所以我都急性 喔 有沒有 太棒了 中間有講到清見 輸水性交入作用 輸水性交入作用 呃 太多 基本上這邊講非公駕鑑 就是說離子鑑的部分 對不對 那離子鑑的部分 他說我們的生 蛋 這邊講維持去 公駕鑑鑑鑑 非急性公駕鑑鑑 因為是在這句話的最後一段 可以看一下 整句話的說法是 非急性共駕鑑鑑所擔任的角色為 好 什麼叫非急性共駕鑑鑑 它是共駕鑑 然後它是沒有急性的 什麼是沒有急性的共駕鑑鑑 什麼是沒有急性的共駕鑑鑑 舉個例子 還是電子拉在一起 電子拉在一起 電子拉在一起 共駕鑑鑑鑑法 都是兩個原子靠電子拉在一起 就要共駕鑑鑑鑑 舉個例子什麼叫做 碳 碳怎麼樣 會ーん 它有沒有共駕鑑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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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 IF 碳跟碳是 Canada 碳跟碳是物件建結的話 碳跟碳就是非急性的跟你亂 拍攝相對 碳跟碳的溫格需求是一樣大 這邊 pois Ren子農屈在中間 假如碳跟碳溫格的話 它就不會是急性的 2020 它典型的非急性中間 空洞界 羊跟羊是不是非amyville? 空洞界 是不是 羊有夸格 不是非amyville 分that it is 有及性的 羊跟羊是有其性嗎? 兩個都是羊 有其性還是沒有其性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結性? 一点始終是個 發達 就怪 Invested 所以跟你講 同學 我們現在講極性 非極性 只要看整個分架就好 這個羊 跟這個羊 他們共用了一組電子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有兩組 一組就中間共用了嗎 那是非極性 為什麼非極性 非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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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它會多兩顆 沒有多兩顆啊 羊是幾個 共用兩顆 所以我少畫了兩顆 它共用兩顆嘛 那總共幾顆 那有一顆拉過 一顆兩顆 它把一顆拉進去 它應該長這樣 所以它這中間是極性還是非極性 中間或是非極性 這個間諜是極性還是非極性 非極性 為什麼是非極性 怎麼樣 裡面應該是極性 所有的都還是相吸 大聲一點 什麼 是極性還是非極性 為什麼是極性 極性才會加個極性 沒有 極性是有一個比較大 它兩個都一樣大的話 它就會被極性 它都是癢 所以它電子的區殼是一樣大的 對啊 所以它共用的時候 一定共用在中間 它會有這一間 主要是兩個相同中心的 一定是 一定是非極性 要有應該比較大 它會跟極性 其他東西 對對對 它不是這樣 性也是 性的間諜 也是一樣 它就在中間 對不對 這些電子 它跟它的需求 跟它的需求是一樣大 所以這個電子會在中間 所以就是非極性分子 這樣OK OK 想問題 不要想太多 就這麼簡單 你跟它的需求 力一樣大 是你說 清跟清可以見幾 清跟清可以見幾 可以見幾 那樣可以見幾 其實這不是 要不然清跟清 清跟清 清分子啊 是清見嗎 不是清見 清跟清 看你這樣怎麼都不見 清跟清是這樣 公開箭啊 三箭啊 OK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 清在那個 你看這個 各本的26頁就是清見 三箭 有 有 有 對 清跟清 清分子 清分子 清分子是非極性分子 是啊 對啊 非極性分子 因為你從四面八方來看的話 它的 電子分布是均勻對稱的 均勻對稱 所以它是非極性分子 極性分子組成的 極性分子是用非公下劍去夾的東西 基本上是公下劍 但是有時候非極性公下劍去夾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非極性公下劍去夾的東西 它算是公下劍的 它算公下劍的辦法 對啦 你不要講 突然間太多 有一個 對 所以應該指數來買的東西多啦 沒有 我的意思是 我對它還不夠熟 我聽過它 但是 你這樣想太快了 我沒有辦法 像是極跟清 要反應 它中間形成一個 間結 對不對 共用電子 這時候電子會偏向極 為什麼偏向極 因為極比較需要電子 極比較大顆 它對電子的吸引力比較大 所以電子偏過去 電子會比較靠近這邊 電子比較靠近這邊 對不對 比清比較小 那如果整個畫 我們現在知道是電子雲 所以電子雲 它畫畫 你可以說是電子雲真的比較小 但這邊就是一個大電子 就是這樣 它電子雲的分布變得比較小 電子雲 就是電子來分布的時候 它是跳來跳去的 它跳來跳去的 所以這時候 它電子比較少在這邊 比較大的機率在這邊 所以就是在弧電 就是在這邊 那這個劍是離子線還是公下劍 應該是公下劍 公下劍 離子線跟公下劍的差別 只是在說 他們兩個 這兩個原子 A原子跟B原子 它對電子的吸引力 如果大到一定的層次 我們就叫做離子線 它對這個比例關係 所以說 欸 這個 公用電子 然後 我覺得 一定是公用電子 公用電子不一定是公用電子 公用電子不一定是公用電子 像 NACL 它就是離子線 好 就是說 譬如說 我們來拔合好了 我們兩個力量一樣大 在公用電子 可是我跟融圈拔合 跟我跟子龍拔合 融圈跟子龍的力量不一樣大 但是我力量沒有變 我的力量大 如果差10公斤以上 就說離子線 假設這樣 假設 這10公斤隨便假設 我跟融圈拔合 就是他力量小我 10.1公斤 喜歡這離子線公用電子線 離子線 它就被我拉出來 對不對 我跟子龍拔合之後 子龍動的力量差9公斤 共比較久 就算共比較久 所以它用三個不同的原子 才會變成 兩個原子 沒有 可是它 我跟妳 可是還要有一個人 沒有 我們這樣兩兩來比價 我跟它在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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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平台的事情 碳 它也跟氧配結合 碳也跟氫結合 對不對 他們就在比碳跟氫之間 對電子的需求性高 它有一個基準 有基準 那叫做游離能力 就是那個電子跑掉的能量 那這個電子跑掉的能量 那這個電子跑掉的能量 當年我以後會學到 對對對 以後會學到 對 現在已經有個概念 現在已經有個概念 好 所以我們來講 非極性共駕鍵 所擔任的角色為 我們先知道 什麼叫非極性共駕鍵的 這樣懂嗎 所以我對這個共駕鍵懂了嗎 所以我們要解釋一下這個文明法 所以我們先知道 這個共駕鍵所擔任的角色為 維持去養核糖原酸 生命的前物質或蛋白質三度公駕外層其功能 所以這個角色是在維持它整個DNA的外型 或是蛋白質的外型 全部靠的是共駕鍵 而且是非極性的共駕鍵 非極性的共駕鍵 比如非極性的共駕鍵 基本上它對外界的吸引力很小 它沒什麼吸引力 對不對 有極性的像水 它就有吸引力 因為它帶附電或帶陣電 它就有一點額外的吸引力 所以非極性它就沒什麼吸引力 所以它就維持它三度公駕的外型能不能 非共駕鍵包含有離子鍵跟金鍵 及輸贊性交流中等 好 輸贊性交流中等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細胞膜 因為它表面上是有極性的 所以它可以跟水很接近 所以它整個貼上來 如果它是油脂的話 它就變成一顆 它貼不上來 就是輸垂性的交流就用 就在這邊 到底是輸垂性才能清水性 譬如有些人說 我這個車子啊 防空玻璃啊 下了椅子 我不想讓水變得趴在那邊嗎 它有什麼 塗一種很特別的 LX是一種技術 它塗一種辣的 然後上一種 上一種特殊辣 什麼去洗車 去看洗車之後 洗車它告訴你說 我這個車洗車之後 會加上一點很辣 水辣 水辣洗完之後呢 你們看它洗完乾淨之後呢 下雨打到 雨水都一一一 然後就 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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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是什麼 辣的清水性還是 酥水性 酥水性 酥水性的功能 酥水性的話 基本上水跟它沒有什麼 性和力 這樣問題 零子鍵清電都有這個功能 另一邊也是有極性的 另一邊有沒有極性 另一邊有沒有極性 有極性 你看我剛剛拉龍軒 因為它的力量差很多 所以我們說這個劍要靈子鍵 我拉你 這個鍵 雖然是供加鍵 但是它有極性 OK 你力量跟我一樣大 這是供加鍵 但是沒有極性 對吧 輕跟輕一樣 兩根一樣 我去拉它 兩根不看 我力量比你大 有極性 但是又不是算供加鍵 還算靈子鍵 這是供加鍵 供加鍵就是靈子鍵 對 大浪軒的程度要靈子鍵 沒有錯 OK 這是一個分辨 大浪軒的程度做得比較靈子鍵 來 YA 哇 這樣可以睡覺 不錯 超級 今天一來就表現不錯 YA 對 也 對 有